梟囤大酒店 講個懶知識給大家聽 狠狠狠之前對於泰國人來說 如果要去梟囤大酒店 意思就是監獄款文 但今時今日這個笑話已經不再存在 泰國曼谷真的有幾間真正的梟囤大酒店 而這間是最新的 一進來酒店大堂 已經充滿泰式風情 泰式暹羅打雨 這間酒店至今開了兩個禮拜 可以說是超新 大堂就簡簡單 而旁邊更加有這個設施 不是免費要自己付錢的 阿菇牙策其實房間裡有的 只不過如果你想用高質素一些 可以在這裡買 即食麵 可以立即做來吃 最重要的是 其實這裡一個位置 一出去就是商場 一出去就是商場 跟我們看看 這裡就是 這裏就是商場 於是乎 要買東西吃東西更加方便 還有一個food talk 更加更加重要的是 若然你要搭BTS 或過去Icon試飲 上去上面 跟著平台一過去就是 超級方便 在酒店搭電梯的時候 按M字 M4 一出去也是BTS站的平台 好 看看房間 每層樓外面都有如此的壁畫 重新一次 這間是新建的酒店 不是舊酒店翻新 又或者將舊樓改裝成酒店 之前我曾經把這間酒店的資料 放在Fan page 有網民說 開了很久了 你搞錯了 開了很久的 是斜對面那間的 Hilton 不是這間 這間是新開的 這間新開的酒店 總有四種房間種類 當中最小最普通的 就是這間房間 價錢較為便宜 但話雖如此都不錯 這間新酒店當然是漂亮 你會見到 進來已經有個櫃 充滿中式程度 不過不是紅色 是藍色 打開它是甚麼呢 原來是雪櫃位 這裡擺行李 大行李剛剛好 而且也有衣架 這間是廁所浴室 沒有浴缸 還有冰霜 還有廁所旁邊 有洗樓有的口袋 你不是說 有些高級品牌酒店 沒有這間酒店 因為覺得 五星國際品牌 怎會有這間酒店 但是這裡有 看看房間的尺寸 都剛剛好 不算很大 二十幾個Square meter 旁邊也有插頭 以及USB插頭 還有T-C 外面的景色都漂亮 不過不要住這間房間 沒錯 不要住這間房間 不建議住這間房間 賭人 別人給你介紹這間酒店 你叫人不要住這間房間 是的 因為這間酒店 最大的賣點 不是這間房間 不是叫你看這間景 是看何景 應該要住的就是這間房間 大家看看景色 蛤? 對著我商場 有什麼好景? 走過一點點? 看看? 何景? 但是有商場阻礙 這個何景 隨直煙花就可以看到了 雖然有商場阻礙 但是煙花在上面 太近反而不好看 這樣就可以了 還有還有 現在這間房間 在16樓 其實18樓以上 就不會見到這個商場 而且景色更高更遠 於是如果隨直想看煙花倒數的話 住這間酒店的 這庭何景房間 就有好處了 其實這區有兩間Hilton 這裡是Mennaniam Hilton 雖然都是Hilton 和這間Hilton是不同的老闆 別以為隨直住那裡 然後去Ikonsian 就很容易 我試過了 舉步為姦 不太容易走到去的 雖然在旁邊 但是反過來 住這間酒店的話 要走過去就很容易了 通過平台 一過去就是 不過如果要看隨直煙花 就當然不需要去到Ikonsian 跟別人逼 在這裡 躺在這個位置 就可以看飽了 在這裡 順勢醒大家 一個幸運數字 就是1827 什麼叫1827 我訂酒店的時候的優惠碼 當然不是啦 1827 就是1827 就是和大家說 18樓和27樓 為什麼特別要強調18樓和27樓 一適間你就知道了 然後去吃早餐的地方 就是這裡 這間酒店 吃東西的地方 不是很多 主要是這個位 不過如果你不想吃酒店 剛才見過 一下去就是商場 商場裡面有很多東西吃 然後就看看泳池 去到泳池 記得留心聽書 有話說 有提示告訴你 酒店的泳池 雖然不是無邊際泳池 但是都可以看到 河景和煙花的法房 老實說 人家住在這間酒店 除非是不幸地住在City Mew的景點 可則的話 在房間看煙花單 就不需要在這裡 說回來 剛才看到那間酒店 好像不太理想 因為這間酒店剛剛開了兩個禮拜 很多東西都未準備好 它有高達27層樓 剛才那層就是第16層 所以就看到 iCity Mew在前面 隔著了 若然遲些都搞定了的話 你住18樓以上 20樓 21樓 26樓 27樓 景十分開玩 十分之美 看煙花絕對沒有問題 不會有iCity Mew 所以大家 其實這樣說 雖然未準備好 但相信到了隨直的時候 一會兒全部搞定 所以大家如果要訂房 就趁早了 還記得Request 是Hire4 和看到河景 要看河景 還可以在這裡看 什麼地方 就是健身室 24小時開放 於是無論是日後或是夜晚 都可以在這裡做運動 看河景 有河景雙送 你喜歡的話 隨直到數那一晚 可以在這裡一邊做運動 一邊跑步 一邊看煙花都可以 所以無論今年也好 明年也好 哪年也好 如果你想看 曼谷河邊的煙花會演 記得找這間酒店 價錢相對其他河邊酒店來說 較為便宜 兼且看到景都頗不錯 記住是1827樓 對呀 18樓至27樓 哇